外援隊方面就是巴古沙 他最近搶球證紅牌這件事都未搞定 他真的可以說前途未預計 而另外譚拔士穿10號球衣 今年他在東方由於整隊球隊的實力一般 所以他表現都是一般 至於香港隊方面 顧錦輝這個老長就是從召歸隊 第一場再次上陣 是看香港隊比賽的 穿回他的6號球衣 守門員就是南華會的後備球員 陸家榮這個球員在驅騰 曾經壓力過 入場的人數就是4122人 而所有門員收入就是18萬3千元左右 穿紅衣、紅褲的就是香港隊 這個球剛剛是妄側 射球的就是韓律南華會的沙維亞 看看他這個球 譚拔士底線扣出來 你的右腳是勁抽的 剛剛是妄側不進 好了 看繼續比賽又怎樣 焦仲敏這個球被塞了 落了兩奧沙道 奧沙扯過來右手邊 沙維亞呢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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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省谷玉嘉榮的新一位中处彈過來這邊 巴古沙追回底線 把球都扣後給回這個基亞 基亞再度砍來中間 這次是否有譚拔士 躺過去 這個球射完踢到頭 這個球就起腳過高 奧沙就是機會踢到顧錦輝的頭 沒事球證了 給香港隊 看看身為剛才斬的球 過來這邊 巴古沙的頭鎚放在中間 哇 譚拔士一抽中柱 是彈出不進 一開球之後 就是外援隊的攻勢比較多 現在輪到李建和 看香港隊右邊的招同攻勢 看得定是否斬呢 不是 肯送過來這邊 給巴貝利 送過來 還有 又不威娜 還有 還有 看看 一跳 跳過去 威娜出來馬上立了 那位威娜 跳高的球被威娜立了 這個球超做文猶機 會看香港隊打開紀錄 看看 巴貝利 一見他走位立即 撐一撐一撐過來 空位 立得挺漂亮 蛇翼都射得挺厲害的 誰知道 被威娜封了位置拍出了這個球 雙方接觸的時間 都有很多盲門的鏡頭 那位威娜把這個球頂回後面 奧沙推回中間 送地球給巴古沙 再給巴古沙 巴古沙 善於單對單個人撇回來後面 給後上的奧沙 終於在上半場的初段的時間 外援聯打開紀錄 有球者就是奧沙 這場比賽 大家其實有一個很微妙的 心理的因素 是支撐的 外援聯為了證明 他自己本身 在香港球壇有這些存在的價值 所以他踢來也非常認真 香港隊也希望能夠 在外援聯的面前爭一口氣 所以大家打下去 其實鬥志都很旺盛很鮮明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大家勇於不盲 穿黃衣是外援聯的教練 斯利 斯利現在是在港會的效力 還有現役的註冊球員 1比0打開紀錄之後 外援聯又有另一個機會 這次入球者就是譚拔四 可以看到香港也有一個弊病 當第一個入球失了球之後 在那段時間之內 很容易後防發生很多很多的漏洞 而導致後防接二連三輸球 在兩回合的省港杯賽事裡 我們看到香港的這個弊病 是長期存在的 看這些籌款賽 仍然有這樣的老毛病存在 輸了兩球之後 其實這個毛病又重新發生了 這次看看顧錦輝把球關了底線 可以說這段時間外援隊 大部分時間都按著來攻 角球奧力去炮制 他可以短角球給沙維亞 沙維亞看來給他 再縮到中間去看看 吳振聰這個球竟然撐後 奧拉利奧 一旦進入法國奧拉利奧這個球員 小禁區裡面的捕捉相當好 經常在這個位置有球 這個球大傻聰其實想頂解圍 但是我們從慢鏡看來看 他一跳的時候 他當然是上了球撞出去 但一跳一升起 竟然是後腦筍批一批的球 奧拉利奧也是把球一旦撞的網 很短時間 在上半場 未到30分鐘 香港已經輸到3比0 兩個令對莫光動和鄧家鴻自然 有些不適味道 接著又看到奧力 又離開了球 面對過來這邊巴古沙 巴古沙看誰知道 巴古沙一撞到中間 奧力這個球脫腳 坤茶回來一鬥 如果這球奧力不是脫腳 一次控的球漂亮的話 分分鐘進入第四球 但是港聯隊的攻勢又有 又是巴古沙在邊前 踩上很大的回合 這個球譚密士叫露射破網 就是這一款 一旦後把球一抽直飛網角 亦飛六加榮所能挽救 上半場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4比0了 無法認譚密士吃這個球真的漂亮 看看吧 巴古沙三某一浪 不貪工我輕輕做走的機會 他踏順又有一手多漂亮 又厲害 在網上角入 4比0了 香港隊應該是大勢已去的了 上半場這個時候 已經落後四個球 問題呢 看看下半場追不追得回來 現在已經下半場的比賽了 把背來 用左腳射 對方的威娜講出 吳勤立追過來這邊 吳勤立下半場上陣了 好 接著附過來這邊 我拼下角球 右手邊的馬錫菲 頭鎚頂了個球出底線 港聯隊是逼得角球 巴布里剛才左腳勾射 這個球挺漂亮的 但是威娜逆省 看看巴布里勾射了 剛剛擋出了威娜 曾偉忠 教練曾偉忠 好 照中文拿到球 接著左腳位一個直線 這個球漂亮了 飛仔 這個陳志剛過了一個 他不貪攻 比過來 巴布里還贏 巴布里 第二次了 這個球實績沒有之牙 應該是 很可惜 巴布里中撻了破彈的機會 他的射門在八界線之前 被谷瓜救了空門出來 不能夠破彈當然是非常可惜 這個球完全是陳志剛的速度方法 他不貪攻 因為他自己射得 被進來中間 已經避過了龍龍的威娜 那就是 巴布里拿的球太過癡腳 第二次的機會再射 亦都被卡根洛夫破壞了 香港隊仍然是破不了彈的 比數都頗大的 現在 但是可以看到 香港隊作出是調動 好像不群立 毀干和球員換入了 整套的士氣 沒有受到破壞 這個球也是憑著 李劍王的努力 落底線 進入中間 給星島借給東方的前鋒 魏君龍破彈 我可以看到 香港隊的精神面貌 在這場比賽是不錯的 落後幾球之下 亦都很勤力地希望能夠破彈 結果衛君龍也達到這個目的 繼續比賽 時間還有 下半場的賽事 奧力 第二球送進去中間 好了 彈出來 趙聰明 送到左手邊 陳志剛 一拉低頭 推過灌場 岑國培 斜線走左翼 球證 入手繼續比賽 這個球可以繼續比賽 五群立 誰右手邊 又是魏君龍 魏君龍 今次不貪功 送回遠處 李劍王 這個入球的組合 跟破彈的第一球完全一樣 不過反過來 今次就是 由偉君龍送給李劍和 而不是由李劍和送給偉君龍 大家互相輸送一次 互相取得一個入球 這個紀錄就是2比4 現在看到外援聯的領隊 梁亭左邊 右邊就是五件 賽前 亭叔說外援聯讓兩球半 照這個比數 讓兩球半 外援聯就輸球了 奧力這個球掛出底線 另外一次角球 沙維亞炮制 看看開出來怎樣 壓出來 卡坑洛夫衝刺一頂 幸好陸家榮這個球 退得快 把球單手托出去 陸家榮這場賽事 表現不錯 雖然今次藍華上陣機會不多 另外一次角球開出來 一旦的時候 這個球有人說手球 不過球證又沒事 比賽立即是繼續的 一輪運戰之後 又是奧力拿回一球 立即射 這次射得很厲害 又是陸家榮 這個年輕人表現不錯 應該香港的球會 給多些機會 這些年輕球員上陣 你看陸家榮今天出來打 是單憑 剛才我們看過這兩球撲球 也是這個年輕人 真是可造之賽 奧力射不進這球 這球是整個賽事結束 接著就結束了